4月7號 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3月7號禮拜三 台股今天戰況怎麼樣 怎麼樣 開低 走高 三尾盤 你要看很明顯的開低 走高 三尾盤 那今天其實昨天美國股市表現得不錯 昨天美國股市表現你給他看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其實昨天美國股市表現得不錯 道瓊什麼什麼什麼都是漲 但是今天就是說美國柯恩柯林的市場 那他會辭職 大家都會怕 所以造成什麼 造成目前來講 道瓊期貨是跌了342點 跌1.38% 所以今天你來講 韓國也落日本也落上海也落對 因為什麼 先反應美國那個利空 所以台灣股市場真的是很壞做 人去人不去人 今天會不會抵還是在一個未定之天 美國 但是我們就行了 所以我們今天落到39點 這個成交量 有訂到我昨天的一個呼籲 成交量一千兩百零七億 有稍稍的一個增加 今天成功的是這支 這支是綜藝 那綜藝為什麼 因為他的新藝已經通過了 道瓊期貨 你看 他的這個 所以我那個時候跟大家講 就是說 其實我們要買這個 生技股是相對安全 你看 我最愛說的那個大江 今天你看又創新高 你如果說 你如果不敢買那個生技 那個新藝族群 大江你看 一路一路創新高 過年前 過年前 過年前我就跟大家說 現在這個股票 現在的股票很趣 就是這樣 流行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那個時候過年 我想說又低價 要大家報股過年的股票 其實我是說這個2399的印太 今天又掌情辦 欸 那個我在說的時候 過年前 這麼在這裡 投資朋友 有夠氣 那後來印太出了 我去買這個捷波 6161的捷波 去買捷波的時候 後來我把它出掉 因為它怎麼比較弱勢 它為什麼比較弱勢 因為 當然我買了之後 它有稍稍的跌一下子 然後再創新高 講一下心路歷程 那有些群友 當然也有穿 你傳給我看的訊息 我早就知道了 就是說 捷波那個時候有火刃 它那個時候有出面火刃 說他在做比特幣的板卡 但是我當初就要跟大家說 就是說 這個捷波 因為你給它看它的營收 它獲利來講 你看印太你看 印太才賺多少 要賺0.59 捷波才賺多少 1.07 所以我那時候 這一支股票 我跟大家講就是說 這個是我們要去佈局 本益比最低的 比特幣概念股 那當然後來 有些群友說 你都研究 這個我那時候沒跟大家講 你說你研究 都研究到沒有透徹 然後有出來否認 其實漲上來 整個都會帶動上來 今天我們也看情況 確實也是這樣 之後來講 我們跟妳講說 礦工的女兒 礦工的女兒 5255的美傑 是怎麼跟妳說礦工的女兒 我跟妳說 為什麼把她叫礦工的女兒 第一個來講 她是跟挖礦有關係的 第二個來講 她的純度很高 所以我在取這個名字的時候 其實雪雲都顯得有沒有 那這邊來講 等一下給她看 來 有沒有 在這裡來在說什麼 挖礦訂單到上半年了 這有大家在說的 而且跟妳講說什麼 挖礦顯卡存度非常高的電感廠 有看到啦 挖礦顯卡存度非常高的電感廠 所以我會說存度很高 在這裡 在這裡也蓋了 所以她現在這一個東西來講 已經開始在外溢了 就是說我看的高平 月也不一定會再大氣 妳如果像說這個 今天漢訊稍稍流血 今天青雲漲停板 為什麼青雲今天會 青雲今天為什麼會漲停板 因為一月份的業績 真的是很漂亮 但是妳看2465的綠台 這就開始了 所以現在來講 已經怎麼樣 這高平都你看 都20分精神 她已經在外溢了 外溢了就是說 我在六甲看我女兒電感廠 或者說像這一個群店 她今天也說 她接到這個比特中國 她是做電源供應器的 這種的就是已經在補漲 所以整個族群都很強 整個族群都強得不得了 你看看今天這群店 今天也蓋起來 跳高做 開高做高 都起來了 但是這個東西都沒有關係 這個東西就是說 2月份可以預見的將來在電子族群裡面 營收很好就是這個 這個高平我還跟大家說 我今天有看 昨天我把所有很多分析師的節目 所以看一下 大家也在說比特幣 不然說到比特幣的時候 大家怎麼不是分析師 那結果我有跟大家講 我又特別去那個光華商場 說去買那個顯卡 為什麼挖比特幣要用顯卡 為什麼挖的比特幣來講 61.50漢訊的純度最高 那為什麼比特幣來講 現在挖一枚多少錢 這我也大家說過了 因為你買完之後 才有開始累積 那已經多少錢 我也跟大家講了 現在來講 在台灣來講 你挖一枚比特幣 大概要2萬塊美金 已經幾乎無力可圖 因為投入進去太多 所以現在你要賺錢 要去挖那個以太幣 或者說其他的 因為我們現在虛擬貨幣 有四大貨幣 所以我要讓大家說 這個開始在外溢了 所以有很多東西來講 你要知道 所以我常買 大家講 常我們那個 Michael在講 老師在講 這句話講得真讚 鼓蒙獨屎 各位朋友 你看這個經典 在做什麼 在做工業電腦 其實它跟比特幣沒有關係 但是 為什麼 我會把它寫出來 比特幣是因為什麼樣 你看 比特幣為什麼會成為 有這個虛擬貨幣 是什麼樣出來的 你知道嗎 Michael 有頭 大家都不知道 其實比特幣這些出來 就是因為區塊鏈 區塊鏈才產生這個比特幣 就是說 一群特殊的人 本來只是一些特殊的人在玩 這個叫做區塊鏈 現在區塊鏈的這個東西來講 在國際上很流行 你看現在很多的銀行來講 它開始都用區塊鏈 區塊鏈的東西 到最後來說 就是說 比特幣最好的方式 就是怎麼樣 我們要付錢 比如說我今天 我要匯錢給Michael 我銀行對銀行 要匯錢給Michael 我要怎麼樣 我要透過我的銀行 如果說我們銀行不一樣 然後銀行再交 透過一個銀行交換中心 然後再轉到Michael的銀行 Michael再再去領 這中間的過程很多 那這個區塊鏈 當時就是 我直接用銀行 跟銀行直接 直接就過去了 像比特幣 我今天要給Michael來講 我就怎麼樣 我就覺得 你在電腦多少 我啪一下就過了 就是說 即使我今天要跟美國 墨西科哪裡買東西來講 我很快 我電腦直接 啪就直接到墨西科 比如我現在要買一個 說要來 不要說墨西科 要去巴西買一隻鱷魚 回來玩 那如果一般來講 你要匯錢 你就要經過我們台灣的銀行 又經過台灣的中央銀行 中央銀行 又經過美國的銀行 美國銀行 又轉這堆 小小來 可能要一百塊錢 你才能拿到那個錢 但是你用比特幣 它有什麼好處 我今天馬上給你 我說這兩三按下去 你就收到了 這樣有方便 要買一隻鱷魚回來玩 那是開玩笑的 那這個叫做區塊鏈 所以說我們台灣來講 區塊鏈你看看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區塊鏈 近期成為全球股市的熱門話題 今年結盟什麼 今年結盟博訊 這博訊是大陸深圳股市上市的 成為第一家 第一檔 區塊鏈概念股 其實區塊鏈這一個 這一個領域來講 是比我們的比特幣的領域還要大 比特幣是因為區塊鏈才產生出來的 所以現在大家都說這個 所以我說這個 台灣禮經嘛 顧問獨市嘛 有沒有 沒有 其實還有很多 最近很多股票很趣 還是怎麼說 股票很趣 現在 除了我剛剛講的 比特幣這一塊 這一塊 現在已經是外衣了 所以我看到大家說 礦工的女兒 那群電靈 他看開始也說 今天想說 他也是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大家開始都去找 但是 七座總是要休息一下 那現在來講 另外一個族群就是 低價轉機股 像我這塊 大家說的8093 這保瑞這真的怕死人 這一起168 我就寫保瑞 而且我寫的東西是 你在這裡買得到 到這邊 你在這裡買得到 有沒有 這邊你買得到 不是買不到 然後繼續漲停 漲停漲停漲停 再漲商跟漲停板 為什麼他那麼強 這要做 這要做 轉機啦 他本來賠錢 今年 一月份的時候 成漲71% 然後賺0.28 今天開低 馬上又到漲停板 其實像這一種低價的股票 還很多 一檔一檔 會發酵起來 都市民 你知道嗎 低價的股票 他還有很多 然後一檔一檔 會發酵 業績 像這個你看 太空說 這也公佈 他也公佈說 他一月份賺錢 你給他看 一月份賺0.14 所以現在股票是 怕什麼 怕不起 讓他漲漲漲漲 然後被警示 漲到被分盤 然後公佈他 獲利出來 結果獲利出來 如果他有賺錢 他同樣繼續在大漲 應該賺0.14 所以你給他看 這棵 都棵很強的 所以你現在要找的 這個族群 你看他長了多少 可能長 1 2 3 4 5 記憶很厲害 所以你現在要找的 就是找這一些 第一個 比特幣外衣出來 像我跟你講 礦工的女兒 那純度很高 那也不是我 我只是說純度很高而已 不是我跟你講 我說 血統純正 純度很高 有還是沒有 結果你看 他還是一路一路這樣漲上來 所以你現在要找的 第一個低價轉機 而且低價轉機 是有業績 然後一月份有賺錢 也許一月份已經過去了 現在二月份開始在講 如果二月份有那個低價股 他的業績很好的到處比 因為你二話不說 要進場去做一個佈局 還有沒有這些股 還有很多 所以重點是 你要去做這個股票 因為 現在七所今天是 三十九點 上月是漲0.39點 你不管就是說 你手中的股票 它不會漲就不會漲 你要像台積電 你要像大力光 你如果像鋒海 最近要漲的就比較少 但是我跟你講的 是一個族群 第一個 比特幣相關 外衣出來的 像我在說的這個區塊鏈 像我在說的這個礦工的女兒 這美睫的這電感的 像這個六四一二的群電 做這個 它的電源供應器 這個是一個族群 第二個族群就是 低價轉移的就好了 低價轉移的股票要很多 重點是什麼 第一個 一月份的營收 因為現在一月 現在開始公佈二月 二月份的營收大幅度成長 二月份會賺錢 所以二月份 它一直蓋一直蓋 一直蓋起來 那個部分 最好蓋到倍增 最好蓋到倍增 最好蓋到倍分盤 然後公佈出來 它的一個獲利很好 繼續漲 80的93的保瑞 就是一個例子 還有沒有這樣的股票 還有啦 所以到處旁邊 你要巴下去 就是這個 因為這個行情 這個量 一二零零七億 那當然今天 美國股市可能 開盤也不會太好 那會不會 會不會說澄清遙遠 這個我們不曉得 但是來講 如果美國股市今天在大跌 對台股影響 也是不是太大了 重點就是 你手中有的股票 就是都要這個強勢股 最近很多的投資朋友來找我 手中的股票 老實這股票要怎麼辦 我換啦 還有很多漲價 譬如說 漲價股門特殊的股票 這個跌很好 我覺得 沒有問題 還是加碼的時候 然後還有很多低價轉機股 我們有佈局一檔 還有很多的這個比特幣 溢出來的這一些相關的題材 重點你也要知道 像我那時候那裡 大家說美傑 說她是礦工的女兒 很多人都說 老實你別說 好可憐各位 純度很高 結果你給她看看 也不是只有我講 所以老實朋友 我們做股票 其實說起來 有很多東西 就是跟著 找這些強勢股 那這些強勢股 如果沒有人來你帶你 也不敢說 老實你說那股票 那我沒聽過 那寶貝是在做什麼 我沒聽過 你看那個青雲股本 1.31而已 對不對 你聽多沒聽 聽說過但是股票 現在我們不管聽過 不會聽過 黑貓白貓會抓老鼠的 就是好 股票會讓你賺錢的 就是好股票 所以大家把握這個程度 你說老實我 沒研究 我不知道我怎麼像你那麼厲害 有研究說 這個是比特幣溢出來 還是她是低價轉機股 如果說你不曉得怎麼樣 去選股怎麼樣操作 電位 0800 555 808 其實還有很多股票 這個 生氣股也開始在動 生氣股也很多轉機了 大家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因為今天時間關係 我們就講到這邊 好 拜拜 明天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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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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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